今天杨学 耿师傅准备和徒弟张富婷一起烹制菊花玉兔 那第一道攻击是什么呀 全兔出骨 杨师傅说 一只1300克重的兔子能用来入菜的里脊肉大约只有70克 可以说踢脊椎骨获取里脊肉是处理食材最见功夫的环节 你看它的 做这个菊花玉兔就需要这样的材料 非常细嫩的肉啊 这么大一只兔 只有这么一点 所以最少要三只兔 划一刀 这样 刀要立着 立着一点 对 很好 好 这个手就跟着打一起走吗 打一起走 手拉 对 对 对 慢点 味道调查员既紧张又充满期待地往下切兔里脊肉 感觉刀锋稍有偏转 都会片断那层薄肉 前功尽弃 看来要想练就这整兔去骨的本领 绝非一日之功 这个也是最重要的地方 不能把它给破了 在杨师傅的帮助下 味道调查员人生第一次 完整地切下了兔里脊肉 对 好了 好 拿下了 但是没有您那个造型更漂亮 但是已经成功了 已经拿下了 制作菊花玉兔 单从兔子身上取出兔里脊肉 就已经大费周章了 可杨师傅说 接下来的操作 还会更考验制作者的耐心和细心 改花刀之前 需要整理 它一个四十五多角 要先洗 这个布林太用力了 手要按住这个地方 按到这边 对 间距两毫米左右 对对对 粗了 下面不能够切断 这时考验刀工的时候到了 先将兔里脊肉 积上十字花刀 再改刀成 大约二点五厘米大小的菱形块 在这个过程中 要求操作者 必须高度集中注意力 不能切断兔里脊肉 同时 每刀之间 要保持大约二点五毫米的刀距 而且下刀深浅也要均匀 这样才能在后续的烹饪中 保证兔肉形态完好 您看看我这刀工怎么样 我们来检验一下吧 拿水来 下面没有断 上面是 放在水里 这明显的比我做的要好看多了 接下来杨师傅先加一小勺盐 将切好的兔肉稍加腌制 接着取适量葱 姜 蒜 盐 胡椒粉 淀粉 加水调成芡汁备用 杨师傅为什么又放一支油 石锅 就是对锅的拉布包锅 一切准备就绪 当锅中的500克克拉油 达到两成油温时 杨师傅准备用溜的技法 烹制这道菊花玉兔 见证奇迹 哇 要这么快速地 给它放到锅里是吧 就是一个瞬间的变化 将之前改刀好的兔里脊肉 抖散下锅 在热油顺速升温的同时 快速锅动兔肉 使兔肉散花成形 随即必去锅中三分之二的油 倒入葱 姜 蒜 快速翻炒并勾芡 紧接着迅速起锅 杨师傅 真没想到这个菊花玉兔的 这种做法会这么快就完成了 好像一下锅就几秒钟的时间啊 它的时间变化就是 几秒 十来秒 杨师傅这溜兔里脊肉的手艺 如行银流水一气呵成 这时烹制出的兔肉 宛如一朵朵洁白如雪的菊花 看着令人赏心悦目 原来这菊花玉兔的名称 是由此得来 而作为杨师傅的得意门声 徒弟张富婷 也琢磨出另一种 创新口味的菊花玉兔做法 将改刀后的兔里脊肉 逐个下入烧至三成热的油中 将兔肉散出花丝后捞出 待油温进一步升至五成热时 再次将兔肉入锅覆炸 当兔肉变成金黄色后 最终捞出 一道干炸菊花玉兔完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